时间呢很快已经到了 咱们今天的课程就要开始了 今天呢是警监私教理疗 全面升级版认证培训的第12板块啊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新和学院的网络直播课堂 咱们新和学院是瑜伽在线教育领导品牌 希望通过帮助更多的瑜伽老师 从而让瑜伽帮助更多的人 我是王子涵 那今天呢12板块啊 也已经是最后一堂课了 因为下一堂课呢是销售啊 就是赠送给大家的 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 下一节课你是可以不学的 但是这节课呢是必须要学的 也就是这节课结束之后 咱们整个的作业就已经结束了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板块的内容 那这个板块呢是没有查漏不缺的啊 因为大家现在问的问题 都不是上一节课的问题 更多的是我在12板块里面要讲到的问题 那这里面呢涉及的是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就是 紧监通用方案的第16步和第17步啊 放松提示和能量提升的内容 另外一部分就是我刚说的 大家通常问到的问题呢 就是整体的流程的梳理啊 私教的定价呀 上课时间的分配呀 以及私教方案制定表格的填写啊 这是咱们12板块 所以在33节这一节课 我们聚焦到情绪能量相关的理论 及提示的详解啊 话不多说 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了解 这一节课的理论的知识 以及提示的详解 会解决掉大家这种颈椎的睡眠的问题呀 情绪的问题呀 以及有的人越练越躁 他可能更需要一些收回来的练习 那我这里要考一考你们啊 就问一下 毕竟你们很多人也是学过我很多的课了 对吧 单纯学了我这个课的人呢 我相信也不多啊 但是呢 你可能已经有受到一些影响 或者说你自己本身对这块就很有研究 身体的问题往往是有什么 决定的啊 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脖子疼 哎呀老师我肩膀疼 他是跟什么相关的 可以把你的答案打上来啊 如果你说我不知道的话 你就说我不知道 那我可以给你一点提示啊 你比如说我每天坐在办公室 是因为我姿势的问题啊 医生说是因为我姿势的问题 引起了我的颈椎的问题 但其实深层次是因为工作的压力啊 和生活中的一些烦恼的事情会让你不舒服 哎对了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棒 说是因为情绪的问题 所以我们来看一张表 这张表呢非常重要 在中国啊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会容易运用一些悟出来的东西 比如说中医里面啊 这个经络看不见也摸不着 对吧 那有人就问我说老师啊 这经络是长在肌肉里面 还是长在骨头里面的呀 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它既不长在经这个肌肉里面 又长在骨头里面 它就是在身体的内部 肉眼是看不见的 是探测不到的 对吗 所以在中医里面 其实更多的东西 它是要悟出来的 那西方人呢 他却更习惯于用一些数据 去做一些实验啊 来给大家一些结果 他觉得这样科学论据出来的东西 才是有说服性的 所以在情绪这块呢 不只是中国人有探索 国外人也有探索啊 中国人的探索呢 可能或者说东方的探索 更偏向于身心灵层面 但是呢 国外人的探索呢 它更偏向于数据方面 其实是殊途同归的 我为大家来解答一下啊 为你们来解析一下 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那左边的这张图 它叫做情绪能量等级图 是由美国著名的精神医师 哲学博士啊 霍金斯 他做的一个实验叫 心灵的正能量与负能量的实验的结果 他通过了20多年的这种临床的经验 研究的对象呢 就是横跨全世界各地啊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南美北欧等等 包括了不同不同的这种种族呀 文化呀 行业呀 年龄呀 都去调查到了 那累计了几千人次和几百万笔的数据啊 经过这样的分析之后 他发现 人类各种不同的意识层面都有其相对应的能量指数 也就是说你的情绪的状态是有相对应的指数的 而你的身体会随着这种状态就会有强弱的起伏 也就是你身体好不好 跟你体内的能量是有关系的 你身体好不好 颈椎好不好啊 跟你的内在的情绪 你目前的心态 你目前的生活的状态的关系 其实更大 所以大家在接私教这个过程中 你会发现颈椎有问题的人啊 或多或少 要么他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 有的人呢 是生活一团糟啊 更有甚者呢 他的情绪非常的负面 所以我在评估表里面就写出了一栏叫做情绪状态 对吧 让你们当时就要写下这个人的情绪状态的原因 就是在后期的时候 有可能这个人就在情绪状态里面很难突破 那这个就不只是你课程的一个问题了 你还要给他各方面的帮助啊 如果有的人其实他通过身体的疗愈 他就能解决 但有的人如果特别严重的这种情况下 你需要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 明白吗 但大多数人啊 我们通过情绪能量的这种疗愈 因为我给大家现在的这种情绪能量的疗愈 是非常容易操作的 那心理医生的那个层面 有的东西你是不会操作的啊 所以我其实讲给你也没有用 因为你也用不了 我能讲给你的就一定是你所能用的 并且能够真正帮助到别人的 那这个意识地图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样去分的啊 上面和下面除了最上面的开悟之外 总共是16层 16层呢 下面是8层 上面是8层啊 我们说除过开悟 开悟这个是大多数人都非常难达到的一种层面 上面呢 是正面的 下面呢 是负面的 能量的等级呢 是从0到1000啊 那中间值是200 我们看这里是200对吧 是勇气啊 再向下面是骄傲175 也就是200是一个中间值 往下呢 就是负能量 往上呢 就是正能量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负能量里面啊 它都包括什么 通常情况下 我们会认为负能量 其实最多的是愤怒 对吧 啊 我们一说到谁脾气不好 谁心态不好 谁情绪不好 就会说 哎 如果这个人发火的话 那这个人就代表他的状态不好 心态不好啊 他的愤怒就说明他的心态不好 情绪不好 其实这只是最表层的 所以说西方的这种研究和东方这种悟道 其实是殊途同归的 因为我自己在这种情绪的这个里面啊 越往深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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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跟这个他研究出来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 第一个就是骄傲 它是最浅层的一种负能量 是175 再向下是愤怒 150 再向下是欲望 其实愤怒的背后是什么呢 啊 为什么愤怒下面是欲望呢 因为愤怒的背后是 背后是操控 就是我控制你按照我的方式来 当我发现我控制你 你不按我的方式来的时候 我就愤怒 明白吗 所以他的欲望 控制什么 控制别人 然后别人啊 不听你的 你就愤怒 欲望的下一层是恐惧啊 也就是你为什么操控别人呢 因为你的内心有很深的恐惧 而这种恐惧其实来源于最原始的怕死啊 你很怕死 所以你的内心很害怕 而这种很害怕呢 就会辐射到你的每一天的生活 在这种恐惧当中 你就会有很多的欲望去对抗这种恐惧 再往深一层是悲伤啊 这种悲伤的感觉 其实很多人都是不愿意去面对的 或者说是一种无力感 那种无力感的再深层的叫冷淡啊 记不记得我给大家说过 其实我在那个呃 其他的英语家的课程中说的比较多啊 最伤人的是什么 我说如果这个人很愤怒发火 这是不是不是最伤人的 而最伤人的叫做冷淡 也就是冷暴力 冷暴力的杀伤力是比热暴力的杀伤力要大几百倍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冷暴力的话 对别人的伤害很大 对自己的伤害也很大 这叫伤人者自伤 再往深一层叫做内疚 内疚是人类最原始的一种感受啊 其实在以前的时候 我的理解远远没有现在深入 因为现在我真正的去感受到这种内疚感 每一个孩子生下来就对自己的父母有内疚感 这是天生的 就比如在小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自己是个累赘啊 觉得自己不能够让爸爸妈妈开心一点 快乐一点 不能够让家庭生活更好一点 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到很多的这种无力感啊等等 其实这最原始的源于一种内疚感 甚至你会对父母产生一种恨 但这种恨也会让你更加的内疚 那你就会被这种内疚感所操控 而内疚的再深层接近死亡的这样的感受 就叫做羞愧 所以当你有羞愧感的时候 你整个人会非常非常的焦虑 但是大多数人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感受 往往就会停留在最前面的啊 当然骄傲就是最浅层的 我们就不说了 就会停留在这种愤怒的状态当中 所以愤怒的背后有非常多深入的感受 这是我们需要去深入研究 并且去深入感受的 那这种内疚感其实在身体的层面啊 他会在哪里 在喉咙的位置 那如果这个人有颈椎的问题 他不一定是被很深的内疚感所控制 如果这个人有假抗的话 或者说他嗓子这段时间发痒 啊这嗓子里面好痒好难受啊 啊一说话就好痒啊 不说话真的好痒好想咳嗽啊 这个时候其实是被一种内疚感所控制 但是你这样去告诉别人没有用啊 因为没有人会承认 因为大多数人都在愤怒的这一层 当他深入进去之后 他才会知道里面的东西 这也是我在英语家的课程中 去给大家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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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开的 就是英语家对人的这种能量的要求是很高的 所以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受英语家 但是在阳性的这个层面呢 其实正能量啊 就正向的能量 让大家比较容易接受一点 所以我们阳性的课程 往往都会偏向于去做正向能量方面的练习 对对方的帮助会更大啊 看200是勇气啊 勇气对吧 在这个宣誓词里面 我们说让我可以有勇气啊 热情等等 250啊 这个虽然250不好听啊 但是250是比200的能量要大 是淡定 灵活和有安全感 再往上一层呢 是主动 主动呢 就是全然的敞开 所以为什么在课程一开始的时候就给大家讲了 你最最重要的要跟对方达成共识 要让对方有什么 有自愈的能力 自我挖掘自己自愈的能力 而这种能量给他的 这种支持啊 给他身体的这种支持 以及他疗愈的支持是非常非常大的 大于任何 大于任何你给他做什么动作 所以你跟对方达成一致的这种帮助性 在能量层面的帮助是比疗愈本身 瑜伽本身的这种动作的疗愈要更大 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的重要性了 一定要跟会员去沟通 再到上面一层是宽容 当一个人主动的时候 他的心就可以打开 他的心一打开 他才有可能宽容 大家有看过环珠格格吧 环珠格格里面有一句话叫啥 紫威格格说 人间最大的美德是饶恕 对吧 其实他说的就是宽容 对评判就是不感兴趣了 已经不去评判了 再向上面呢 叫明智 爱 喜悦 平和 那我要说一下这里面所说的爱啊 不是所谓的爱情 爱情呢 其实它是一种比较浅的 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需求 而爱这里说的是大爱 一种大爱 所以我们瑜伽老师修的是什么 修的是大爱啊 现在也越来越有人越来越去说啊 老师我能够感受到你这种大爱了 就是因为我也在这块一直在去修炼自己 再向上是喜悦平和开悟 其实在今年的时候 我就非常荣幸的 就是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和体验 呃 我想这是生命给我的指引啊 我就体验到了 瑜伽里面所说的那种喜悦和佛家所说的那种圆满 就是我的这种我的精神体从肉体中出来 而这种精神体瞬间感受到和这个世界合而为一 就是顶轮的那种颜色啊 是一种白色又带一点点紫色的这种感觉和我们平时观想的顶轮完全不同 当我真正体验到的时候就会感觉从那以后 我觉得哎我的脚不是落在地上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是说脚不落在地上是飘的啊 不是那种飘而是觉得自己好像有了一股能量的支持 这种能量的支持让我可以更平和的去看待任何的事情 同时我的工作的效率变得特别特别的高 就以前可能我在单位时间内所做的事情啊 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以前做的事情的好几倍 工作效率大大的提高了 然后内心的平和大大的提高了 看见每一个人都可以非常棒的去欣赏他啊 我看到可以看到别人头顶上的那种光环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经历呢 也让我越来越去明白和理解东方的这种所谓的悟到悟出来的这种东西啊 也更加的去理解西方的这种用科学研究出来的这些东西 其实两者的结合对于这种情绪能量的探索 以及咱们东方的这种文明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啊 所以呢 很多时候我们要抱有一种敞开的心态去接纳所有 那以上呢就是给大家讲的情绪能量方面的这个理论的部分 更多的是我的一些分享啊 那我们通过这个分享你就可以看出来 你是不是需要给对方一种正层级能量 尤其是越往上越好啊 200其实都是少的 300往上啊 31035400500 如果你能够给到你的学员 并且能够让你的学员感受到 而且你能够去启发你的学员这样去做的时候 其实他的身体的问题会越来越好 会越来越好啊 身体的问题会尽快得到解决 那这节课程呢 我们就会针对于情绪能量的这个疗愈 给到大家相应的提示和引导词 那这节课程的休息的提示啊 其实不是很多 那提示和其他的课节搭配去使用 引导词呢 建议大家在最后的课节 比如说你做了十节课啊 这个是十 十节课 你到五节课以后 你的学员慢慢进入状态 你再给他使用 第一节课应给他使用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可能还是蒙的 当然这跟老师的状态也是有关系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一节课的休息提示 休息提示做完之后呢 我就会帮大家去进入到这种能量的正向的引导当中啊 休息这个词也是完全是给大家的 同样的这节课呢 我没有给大家做评估啊 但是呢 你们这节课作业教什么呢 可不可以评估呢 完全可以在这个提示做完之后 我会我也会让你们每一个提示去对比一下感受 也就是休息的提示 我们不是告完全告诉学员 我用这个去给你调什么调什么 但是他的效果其实是非常非常棒的 因为这些提示都是我个人研究出来的 他们的重要的一些功效 那我们有请助教老师 可以先把衣服脱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你的肩颈的状态啊 大家可以看一看 看一下他的状态 看完之后呢 咱们去电子上一起来进行今天的提示的详解 大家每一个人呢 也一定要跟着练啊 跟着做 因为每一个提示的效果都非常的棒 来第一个提示叫做颈尖聚气势 其实很简单啊 衣服穿上啊 因为我每一次上课呢 西安就降温 我一上课西安就降温 这两天还下大雨啊 所以希望助教老师把衣服穿上 这样他可以暖和一点 这样对肩颈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大家把这个垫子啊 什么都摆好 在床上练习也是同样可以的 仰卧于垫上 曲双膝 哎对 脚跟去靠向臀部 脚去踩垫子 那在这个提示中 学员一躺下来啊 我们老师呢 也要帮学员去看一下 就看他身体躺的正不正 有的学员呢 他一躺下来就是歪的啊 比如说咱们这位老师 他就稍微有一点点歪 脚跟再靠向臀部一点 哎对 就是尽量呢 曲宽多一点 靠向之后呢 他的身体有一点往右边歪 那我让他的肩膀往左边来一点啊 这样就可以让他摆正之后进行这样的练习是更好的 躺好之后我们先去检查一下颈部的活动度和颈尖的感受啊 来左右转一下头 所有人跟着一起坐啊 左右转一下头 感受一下自己转头的这种幅度 再关注一下自己目前颈尖的感受 嗯 关注好了吗 嗯 找到了感觉了啊 我们接下来去做下面的 老师帮助学员呢 把肩胛骨的位置往下 推一下 这个前面老师都讲过很多次了啊 我们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现在驱双膝 双手环抱双膝 也就是你们做过很多次的摇篮式 对吧 如果抱不住的人呢 可以双手去环抱膝盖窝 但尽量去抱住双膝 勾脚掌 骨盆的位置去推垫子 哎一推垫子的话 你会发现腰曲的位置会稍微 出来一点点啊 舍底上颚 之后呢 颈部去做一个延展 在这个过程中 老师时刻去关注学员的状态啊 那我发现他现在其实 头又有一点点歪 我把他的头 给他挪一点啊 挪到这个中立位上 老师可以这个时候 手放在学员头的位置 让他推我的手 那你推的时候 你放在学员这里 你是不是 你用什么去推呢 用整个身体的力量 来推 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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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推我呢 学员会有什么感觉呢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肩膀 哎 其实往脚跟的方向走了 头的位置 往我的方向走 脖子有拉长感啊 你的这个脊柱呢 就是你的颈椎呢 会感觉一节一节拉长 对吧 坐到这里之后呢 手 放在他肩膀的位置 啊 我们一起 坐下面 吸气 学员吸气吸到胸腔 呼气的时候 他完全放松 我轻压他的肩头向下 再吸气 呼气 我用我身体的力量 轻轻的去压他的肩头 来吸气 呼气 啊 这样做三次 三次之后 你的身体有什么感受 可以分享一下 肩胛骨那里就感觉一下贴上去 啊 他说肩胛骨那里感觉一下贴上去了 肩膀肯定也会感觉 打开的更多了啊 胸腔的位置 气息也更加的充足了 嗯 那做这个体式的时候 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体式叫颈尖聚气式啊 你可以看身体现在的状态 脚掌是回勾的 脚掌回勾的状态 代表气是往哪里走的 其实是往上走的 就比如说你站立的时候 脚的力量启动之后 这个气是往上提的 腿呢 是曲着膝的状态 曲膝的状态 是不是就把气折在这里的 骨盆的位置呢 也是被压在那里的 同时呢 这个腿的位置是靠向腹部 也就是腹部的位置也是被挤压的 那你发现整个下半身全部是曲起来的 那上半身呢 上半身肩膀的这个位置是被固定的 手臂也是被固定的 手臂这个时候抱着小腿的时候 你看身体的部位几乎全部被固定 而只有颈的位置 其实它是放松的 另外呢 肩的外面是被固定的 但是肩膀的里面啊 我说的是肩膀 你的肉眼看不到的里面 其实它是放松的和敞开的 胸腔的这个位置呢 也就是胸阔的这个位置 是不受啊 不受挤压的 内部它其实是扩张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多的是把能量集中在了胸腔 颈部和头部的位置 这样的状态下呢 就可以把气息完全引到胸腔颈部和头部啊 那这样说了不算 我们接下来要练 你才能感受到 对吧 进入动态的一个练习啊 保持骨盆向下去 推住垫子 也就身体是有力量的参与的 左右摇摆11次啊 轻轻的去摇摆 慢慢的摇摆 跟自己的呼吸去配合着 慢慢的摇摆 11次之后就停下来啊 所有人都要去做 虽然只是休息的动作 但你做完之后就会发现完全不同 11次做完了吗 嗯 做的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感受呢 可以分享一下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做的过程中的感受分享出来 他说感受到这个面部有这个气血流通的感觉 鼻梁这里的感觉会非常的明显啊 肩膀的感觉也会非常的明显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行静态保持一分钟 我给大家记一下时 那在静态保持的时候呢 大家需要配合俯视呼吸去练习啊 所以我们这节课所有的动作都配合俯视呼吸 因为俯视呼吸呢 其实从能量层面来说更容易放松下来 而且在这个体式中 大腿的位置压着腹部 那腹部的位置在每一次吸气的时候都去推大腿面 跟大腿面呢 去做一个接触 可以让隔肌更加的下沉啊 也就是呼吸的时候隔肌可以更多的参与进来 同时身体又是一种放松的状态 那注意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刚才有说要怎么样 脚掌要回钩啊 脚掌要回钩 吸气时腹部向外扩张 呼气时身体放松 配合着呼吸去做 时间很快就到了 双手慢慢的拆开 脚落在垫子上 OK啊 非常简单的练习 做完之后 我们一起再来检查一下颈部的活动度 左右转一下头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是不是比刚才的活动度 活动度啊 大了非常的多 自己应该有感觉吧 因为他刚才往这边转的时候 他转到这里就有一点费劲 但这次呢 他却可以转这么多 就是颈部的活动度啊 会非常的大 那颈部的活动度为什么非常的大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啥也没干呀 这就是能量的力量 知道吗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把气息 其实就是一道气道深道 气和能量是相连的 所以把气引过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气血足了 马上身体的各种活动度就出来了啊 有人说头头的这个头面部 以及后背有发热感 OK非常棒 主要老师再分享一下身体的这种感受 我这边的肩是酸酸的 嗯 还有背部肩胛骨那里 也是有就是好像有气血慢慢的流通 还有一些发热感 啊 他说啊 他说他的肩胛骨 有肩胛骨和肋骨有一点酸酸的 嗯 气血有更更多的一种流通感啊 OK这是给大家讲到的第一个叫做颈肩聚气式啊 静态加动态的练习 那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课后的时候进行提问 那另外呢 这里其实刚才有一个学员问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啊 我在这里就一说一面后面你们在问的时候 有的人不一定能看到 就手去压压这个肩头的时候是往地面的方向压啊 不是往脚跟的方向去压 因为往地面的方向一压 他自然就会往脚跟的方向走 其他的问题呢 我们在课后再来进行回答 那一起来看一下第二个提示 他又有一些什么神奇的效果呢 啊 叫做仰卧脊柱扭转 那这个提示也不简单的是当 就是平时我们自己练到的那样简单的扭转 今天呢 我们也是在这里做的是气息的扭转 助教老师就可以这样躺着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就不起来重新进入了 仰卧于垫上啊 同样的要推他的肩胛骨向脚尖的方向啊 这个下就是脚尖的方向 去双膝 我给他夹一块瑜伽砖 我做的这一块就不给他啊 我给他拿一块 其他的 来夹住这块瑜伽砖 夹好之后呢 大腿面去靠向腹部 双臂侧平举 勾脚掌 哎对 脚掌回勾 脚掌回勾的时候 不需要勾的太凶啊 太猛 就是你把它勾起来就可以了 向左边挪动 半个同位 对双手把地面一推住 臀部往左边一挪 挪完之后呢 双腿倒向右侧啊 挪臀部的原因是帮助脊柱在中立位 那不挪臀部的时候 其实这个在提升班里面啊 大家应该都有学过 来助教老师再回来做一下 你们可以自己试一下 布挪臀尾啊 然后身体转向右侧 对脚转向右侧 转向了之后 你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他的脊柱啊 最后最容易看到的 就是他身体前面这条线 就是衣服的这条线 其实是有一点歪 但是这个你们可能不容易看到 我用把摄像头挪一下给你们看 哎对可以看到吗 他的衣服的那个拉链啊 扭得非常的厉害 OK 自己也能够感受到脊柱是有一点被拧到 对吧 那接下来来转向另外一遍 大家每个人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所以我们在这节课呢 更多的去运用感受层面 OK 再回来之后 挪一下臀部 体验一下 导向右侧 导向右侧之后 记住脚掌是怎么样的 回勾的 但是也只是勾着而已 不要使太大的力气 知道吗 做好之后呢 我们就要进入下一步了啊 让学员双肩去寻找地面 那在寻找地面的时候呢 我们加一个要点会更清晰一些 你的感觉会更强烈一些 就是下面的臀部的位置 向下去推垫子 一推垫子之后 是不是整个肩膀 其实就没有之前那么容易 再沉到垫子上了 现在保持它去推垫子 再让肩膀向下的时候 身体会有更强的一个伸展感 会更有感受 那做到这样的状态下之后 让颈部的位置去延展 那我的手呢 同样也是放在它头部的位置 它去推我的手 那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大部分的学员就是一坐到这里 它马上就去转头了 因为这是它的习惯嘛 对吧 我们这里呢 不要转头啊 去推手 对颈部去推手 让颈部的位置做一个延展啊 完全的延展开 在保持的过程中 去做的俯视呼吸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 其实是我们这个练习的一个重点啊 我先把衣服脱掉 有一点点热 吸气的时候 刚才我们说了 用俯视呼吸 吸气的时候 右肩去压垫子 尤其是肩胛骨的位置 向下压垫子 呼气 眼睛看向左侧的手指尖 延伸的方向 所以做的时候要特别的慢 非常的慢 吸气的时候回来 再一次吸气 左边的肩胛骨 肩膀的位置 去压垫子 然后眼睛呢 去看向右手指尖延伸的方向 进行这种精微的训练 七次就可以了啊 如果十一次的话 就有一点太长了 也防止有的人呢 他做十一次做的多了 就是他做的这个时候 有一点太快 那如果做十一次 就有一点多了 会容易让他有一些不舒服的感受 那你会发现在练习的过程中 你去压右肩的时候 左肩有没有感觉呢 其实你的左肩也会配合着向下 那你去压左肩的时候 右肩有没有感觉呢 其实他也会配合着向下 所以这个练习呢 是非常精微的练习 做的时候呢 要尽量慢一些啊 非常的慢 有的人容易头晕的话 注意干嘛 舍底上恶 那我们之前说舍底上恶 底的是硬恶还软恶啊 其实顶的是硬恶 在瓶颈期的时候 大家去顶软恶 OK 助教老师 七次做完之后 就可以停下来啊 大家也是一起做 做七次之后 就可以停下来 OK 结束了是吧 那现在可以分享一下 自己的感受啊 我们先保持在这个提示里面 给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 你们在做的时候 也把自己的感受分享出来 他说他感觉从肩向上 头部颈部都轻松了好多 颈部后侧好像空间也打开了 颈部后侧 感觉空间打开了 肩膀的位置有感觉吗 肩膀向下沉 啊 他觉得肩膀向下沉 这个下是脚尖的方向 也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练习中啊 我们还没有站起来 他的肩膀其实是会变低的 那 背部还发热是吧啊 那么这个提示很简单 但是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功效呢 其实在第一个提示里 我们给大家已经讲过了 就是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引导 在这个提示中 你会发现 腿是往右边拧的 胸腔是往左边拧的 在腹部的这个位置 其实他是有一点点扭啊 就是腹部偏上的这个位置 稍微有一点点啊 以及胸椎段 他做了更多的旋转 那腰椎段呢 其实他可能加起来就是六度啊 这个之前给大家有分享过 整个腰椎段加起来也就六度的扭转 所以他的扭转的幅度 会非常小 但是他在这里拧着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其实是把气进行了一个分配 这种气的分配呢 一半是在臀部的下方 一半是在身体的上方 但是呢 你会发现在臀部下方的这个位置 其实我们的气的分配是静态的 也就是我们夹着砖的这种状态 并且脚掌是稍回钩 同时又把臀部压下去的这种状态 会让更多的气血其实会导入到胸腔的位置 导入到这里之后呢 咱们又做了一个肩膀的下压 颈部的活动 那么对于气息在颈部肩部的一个运动上面 帮助会非常大 所以身体的感受就会更强烈 那接下来啊 助教老师把砖拿开 身体先转向右侧 把砖拿开 可以站起来 走两步 走一下啊 走一下去感受一下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他的状态 可以面 可以面向观众啊 左边的观众 右边的观众啊 一起来看一下 你们也可以站起来走一走 你看他现在跟刚才课前 我给你们看的时候 是不是不太一样 就他整个人是提起来的 颈部的这个位置也是提起来的 肩膀的位置是沉下来的 所以啊 这个练习虽然很简单 我们就只是躺着 第一个第二个合起来啊 这样的状态 你看他颈部的位置 本来其实前也还是蛮多的 现在也是回来了很多啊 所以效果是非常棒的 OK 继续 先坐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三个体式啊 今天的体式的练习呢 大家需要温柔一些 所以我也会很温柔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三个 被动的鱼饰 被动的鱼饰呢 也是一个气息导引的练习 那我主要会帮大家把气息导引到头部啊脑部 那一起来看一下如何去做 用两块抱枕 这个抱枕是如何放的呢 如果你家里是一个大抱枕的话啊 那你就就比如说特别厚的抱枕是 是这样的 就跟我目前我两块叠到一起的你的是一块这种状态那也是可以的最好是两块薄一点的抱枕啊 我们可以把上面的这个抱枕要往下放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下面的这个抱枕是多出来的 是往前多出来的啊 我这样说是不是有点绕了 其实很简单 就是让下面的抱枕露出来个角 这样是不是非常简单的口令 OK 学员仰卧于抱枕上 躺下来啊 那他躺的位置是哪里呢 刚好就头部 头部的位置 头顶这个位置 刚好到这个抱枕的尖尖上 看到没有 刚好到抱枕的这个尖尖上 那你们其实明白了我要让做什么 你自己就知道 哪怕你没有抱枕啊 你有毯子呀 或者说家里有别的东西枕头啊 你就知道怎么去用 那他做到这里这种情况之后啊 是曲双膝的状态 双腿夹一块瑜伽砖 脚踩垫子 也是将下半身完全的固定住 让脚跟去靠向臀部 要稍微有一些曲宽的这种能量啊 如果脚跟离得很远的话 这个宽关节的这个位置 它就没有了曲曲 我们需要让宽关节的这个位置 多一点曲曲 把气啊能够锁在这里 颈部的位置呢 保持延展 老师要做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前面你们都已经学过了啊 手进去 放在第七颈椎的这个位置 急突的位置 把颈部 往头顶的方向 做一个简单的牵引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吧 不用我再多去强调了吧 松解那节课都已经讲过了啊 从第七颈椎的这个位置 沿着第七颈椎 沿着急突 颈椎的急突向上 拉 做一个牵引啊 其实一遍就可以了 不是必须需要三遍啊 我做了两遍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晰一些 那这个牵引做完之后 它的颈部就会更加的延展 对吗 头的位置去推地面 做完之后 它的头去推垫子 头一推垫子呢 整个颈部后侧的力量就会启动起来 接下来才是要点啊 很重要的点 双手向头顶的方向伸展 伸展之后呢 手臂抬起来 要高于面部 我们要保持骨盆向下去推垫子 手臂高于面部的状态 保持静态一分钟 那在静态的时候 要去配合俯视呼吸啊 我来给大家计时 一分钟的时间 吸气的时候 腹部去膨胀 呼气的时候 身体完全的放松 注意始终 双臂的下方 好像有一股力 再把你往上拖起来 再拖起来 哎 对了 非常棒 一分钟练习完之后 我会为大家去说一下 这个练习 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大的帮助 吸气时 腹部去膨胀 尽可能的每一次让自己的腹部膨胀的多一些 在一开始的时候 也许你会发现你的腹部的膨胀 在肋骨的下方的位置 慢慢的就会再到腹部啊 或者说再到下腹部就会快一些 我可以时间到 双手慢慢的回到身体的两侧 有什么感觉呢 感觉肩部特别轻松 而且手刚才我刚开始是这样的 上来以后 感觉那一个气血 一下就从脚肩到面部 他说他做完之后肩膀特别舒服 然后他的手臂我让他一抬 他马上感觉面部非常轻松 而且面部的气血一下就充满了 同时他做完了之后 我看到他的眼睛亮了 就是眼睛里面有了这种 惊艳的滋养 一下子就亮了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体式呢 我为什么让你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啊 脚向下踩辫子 把气稳在这里 膝盖的位置是比较高的 对吗 膝盖的位置高 腹部的位置低 胸腔的这个位置高 头和颈椎的位置低 那如果说我的手臂向下落呢 这种状态下 是不是头和颈就太低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把手臂抬起来高于面部 就会有一股气啊 会提上来 就会让这个气血 更好的到达颈部和面部 所以这个体式我们会发现 脚低 膝高 腰位置低 胸腔的位置高 手这个到颈椎的位置呢 低 手臂的位置高 然后头的位置低啊 所以它是一个这样 这样一个气的传导 对身体的帮助会非常非常的大啊 我相信大家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强烈的感觉 所以我们会发现 这三个休息的体式 统一的感觉 就是第一个颈肩放松了 第二个呢 气血充盈了 第三个呢 如果你属于压力特别大的人 我相信你一定很有感觉 就是觉得做完之后 你的肩膀的那种压力感降低了 那精神层面的放松感会非常的强烈 接下来呢 有请助教老师站立起身啊 将这个外套脱掉 给大家看一下自己整体的一种感觉啊 气息的通畅过后 身体外在的表现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 精神层面的这种感受 这是不言而喻的 大家每一个人应该都能感受到啊 我们可以看到对方的肩膀的这个状态啊 颈部的状态 后背的这种状态 我们之前都有看过的 看回放的人 那你就可以好好再去看一下 OK 以上呢 就是为大家分享到的三个休息体式 体式啊 最近嘴有一点肉啊 帮助大家能够去让学员找到这种放松的感觉 能够让他的这种气血的能量层面 有这种放松的感受以后 再更好的进入我们后面的这种能量的提升的引导 那这里呢 还有一个能量提升的准备 就是关于眼睛的 非常的简单 我们一起来做一下 那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刚才我们的身心已经达到放松 但现在我们让眼睛和心再做一个连接 让身体完全放松下来 第一个叫面部平静啊 所以大家的面部是没有任何的表情的 现在跟我一起做啊 你坐着不要看视频 你听我说就可以了 如果你看视频的话 你是很难找到感觉的 练过平静之后 吸气眼睛平视前方 就是眼睛没有向上抬 那有的人呢 你告诉他平视前方 他仍然还是往上抬一点 这种情况怎么做呢 那我们啊 可以这样去引导 你如果发现你自己还是会上上抬的话 那你就去让眼睛看斜下方 就是在平行的这种状态下 往下一厘米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太多 做这个的时候 我们是不能上台眼皮的 那下一步呢 就是呼气的时候 让眼帘下垂 但不闭眼睛啊 可以一起来做一下 三次 助教老师也一起做一下 做完之后有什么感觉呢 有的人会觉得困 想打个哈铁 有的人会觉得脊柱会有感觉 脊柱有的人会有麻麻的感觉 有的人的脊柱会有通透的感觉 还有呢 肩膀会有沉的感觉 眼睛呢 也会有感觉啊 甚至头顶的位置都会有感觉 他需要的是你的一个自己能量的参与 放松的状态下的参与啊 所以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能量提升的准备 会用在休息的引导当中 我们需要一起去进行这样的练习 因为有的人呢 他会有什么情况 就是比如说他晚上睡眠不好 他意识比较缓散啊 好像你给他说什么 他都听不到的那种感觉 或者说 他呀最近压力好大的这种情况下 除了配合我们前面的提示以外 那我们接下来的能量提升的准备 一起来看一下 有请助教老师也非常的简单 仰卧下来啊 挺湿湿 OK啊 你把那个钻往旁边挪一点就可以 双腿分开成一个小小的大子 对 再分开一点 手臂打开45度 那我也可以帮他把头啊 再固定一点 他的头稍微有一点点歪 那手臂打开之后呢 我们是要让对方肩胛骨下拉的 一个手从肩胛骨的这个位置进去 另外一个手帮助手臂去做一个外旋啊 其实很简单 就是平时你们帮对方做的 让肩胛骨下推的这样的一个练习 只是加上了手臂做一点外旋啊 再看一遍 这儿往下推 肩胛骨往下推 手臂打开 做外旋 做完之后呢 手臂啊 就是小小手 小臂 小臂在原有的位置上 掌心下压 哎 对 大臂做了一个外旋 小臂做了一个内旋 手呢 去拨开急凸的两侧是第七颈椎这里急凸的两侧 拨开之后呢 把靠近颈椎的这块肉肉 你一拨是不是会发现这有斜方肌呀 啊 把这块的肉肉再推下去 推下去之后呢 让学员做刚才我们说的眼皮的运动啊 大家的感受呢 也非常的强烈啊 感受非常棒 那眼皮如何去运动呢 眼睛睁开平视斜上方 那眼球呢 是虚的 你不是完全看出去的 你的意识是收回来的 呼气的时候呢 眼帘低垂 向下看 这个下呢 其实就是那儿啊 你看我指的就那儿 但眼睛呢 没有闭上啊 做三次 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意识的引导 大家需要跟着我一起做 再给学员继续去进行后面的休息数的 可以叫他休息数啊 或能量提升的这样引导之前呢 我们需要先将双手去搓热 交叠 右手在下 左手在上 放在额头的位置 靠近眉心 帮助身体安定下来 当然如果你们会馆里有精油的话 也可以去用一下精油 当我的手放在他头顶的时候 对方会有一种安定感 就像在妈妈肚子里的那种感觉 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所以你的手必须非常的稳 而且力是收在体内的 如果在光线比较亮的情况下 可以用毛巾盖住对方的眼睛 如果说这个学员 他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有病变的这种情况啊 那么大家需要在颈部的下面 可以垫上毛巾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 意识的引导 现在 请和我一起 将意识放在呼吸上 我们一起进入这样 能量提升的练习 所有人都要一起参与进来 不论你现在是 躺着的状态 还是坐着的状态 都请闭上眼睛 随着一息 一呼 身体慢慢地放松 随着一吸 一呼 越来越放松 呼吸越来越缓慢 身体 身体完全放松下来 身体完全放松下来 再一点一点 再一点一点地打开 肩颈位置 从内到外的舒展 气息通畅 我能看到自己的嘴角 正在上扬 我可以疗愈我自己 我可以治好我自己 我一直在主动去做 积极地做一切能帮助自己 疗愈的事情 我相信自己 我的自愈的能量 让我感受到自信的力量 我愿意为了我的健康 努力付出 此时 我感受到了 勇气 宽容 平和的能量 进入体内 此时 在额头的位置 我能感受到 勇气 宽容 平和的能量 从这里 源源不断地 进入体内 此时 我和这种感受 稳定地 待在一起 接下来我的手 慢慢地 离开 我相信 我们每一个人 都拥有守护自己的能量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永远 守护自己的灵魂 所有人 所有人双手 去搓热一下 将双手 放在眼睛上 眨一眨眼睛 慢慢睁开眼睛 身体转向右侧 手推垫子 上半身直立起身 有什么感受 可以分享一下 他刚才 睁开眼睛 然后起来的时候 特别的 惊讶的表情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感受到了什么呢 可以分享一下 我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就有一些 星星点点的一些颜色 稍等一下 我把这个耳麦给你 刚开始的时候 就有看到一些 星星点点的颜色 但是抓不住 就是一直在傻 到后来的时候 就是英文字母 又好像是那一些繁文似的 就一直在转 是一片一片的往出出 但是很模糊 但后来就是特别清晰 一闪一闪的 闪完之后就变成像 又变成模糊的 是一个圆球形的 再往后的话是 那一个圆球周围有了一些光 中间是一个黄色 刚刚开始应该是黄色 慢慢变成橙色 但是那一个光环越来越亮 特别明显 我当时看的特别清晰 再到往后面 像是一个 就是一个球 再往大的扩 扩大以后 就扩大 扩大以后是 就融化了 化了以后 好像是有一只鸟 在我面前就飞来飞去 身上就是各种颜色的 颜色就散开了 再往后就是一个手电筒 手电筒就直接下来 照 但是他手电筒是 灯是特别明显 我是能看得到的 外面发的是彩虹 彩虹的颜色 特别明亮 后来我睁开眼睛以后 我就感觉我的眼睛在发光呢 非常棒啊 那你身体其他部位还有什么感受呢 肩部 肩部下沉 就是肩部我就感觉好挤 好像是千斤重的东西 一下就下去了 沉下去 而且就是牙齿上面有一点点发麻的感觉 牙齿上面是 嗯 最后就是特别轻松 还有鼻梁 以及徒步 再是 再是太阳穴这里 耳朵刚开始的时候 我感觉我 好像耳朵是听不到了 有东西是往外推的 推着推着 一下就给打打开了似的 嗯 非常棒的一个分享啊 他的这个感知层面已经很强啊 呃在就是他在这个做这个练习的过程中 虽然我们的时间其实很短暂 但是呢 他其实看到了彩虹 如果说一个人能看到彩虹 我相信学过腰椎的人应该都知道啊 颜色呢 它是一种情绪的能量 对吧 如果你们有学那个的时候 当时我有让你们去看彩虹的颜色 当时让你们有去跟彩虹去交流 让这些能量进入体内 那彩虹的颜色呢 也是跟七轮的颜色是相关的 对吧 是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他刚才的这种体验啊 看到的那种光亮 也说明他的情绪能量层面 以及他的这种色彩能量层面啊 身心灵的能量层面 其实感知力是非常棒的 同时呢 他也分享了自己身体的感受 就觉得肩膀上千斤重的东西 突然一下没有了 所以我们这个练习虽然简单 但是他的能量非常非常强 你可以让对方啊 前面我们说这个体式练习的时候 让对方身体的这种 带来的这种压力感 也就是他平时内心的这种压力感 体现在身体层面的这些东西 完全可以去掉啊 眼睛也非常的明亮 对吧 他现在的这个眼睛 我也能看出来非常的明亮 所以很多时候你比如说肩颈有问题的人啊 其实想要的那种挺拔 其实大多数来自于内心啊 身体掰成的那个样子 并不是真正的能量和挺拔 而真正一个人要去修炼的 是自己的气场 而不是气质 如果一个人有气场 那气质就不是最重要的 当然有气场的人一定不会没有气质啊 非常感谢助教老师带给大家这样的一个体验 看到大家说啊 好神奇 口里有经验流出 好想回去试试 为什么自己没有这么深的感受啊 如果你想要有这么深的感受 也可以多学一学英语家 咱们助教老师呢 非常的喜欢英语家 所以在跟我这块呢 也学了很多英语家的这些知识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才给大家的这个能量的引导词 那这个引导词呢 其实我已经写出来可以给大家啊 就是你去引导会员自我疗愈的能力 提升他的情绪能量的等级 那这里呢 我们会发现啊 其实我一直用的是第一人称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我可以疗愈我自己 我可以治好我自己 我一直在主动去做 我积极的做一切能帮助自己的事情 我相信自己等等等等 并且呢 把那些啊 200以上的能量 勇气呀 宽容呀 平和的那些能量带入了体内啊 所以这是一个情绪能量的一个疗愈的练习 非常棒啊 大家的感受也都非常的棒 你可以帮你的会员去做 同时我要说一下 就是刚才我们做的这个练习当中 我的手放在他额头这里 那放在这里呢 就可以帮助你的学员 更容易找到助教老师刚才的那种感受啊 你也可以让你老公放在你的额头这里啊 如果有机会 你也可以来找我 让我的手放在你的额头这里 其实放在额头这里的时候 就会有更多的能量的注入 因为这里呢 其实这里有什么眉心轮呀 在向上面 其实在身体之外有顶轮啊 所以这里的感知力会非常的强 去刺激这里的感知力的时候 你的感知力会更加的强 那以上呢 就是咱们情绪能量的这个引导词啊 我就不一一的一句一句给大家再念了 因为这上面就写好了 你们到时候可以去看PPT啊 就可以了 在刚才我引导大家的时候 其实我把这个引导词转换了一下 就是用到了所有人 因为我让你们跟我们一起练习 对吧 你们自己做的时候啊 就给你的学员去做就行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课前 我给大家说的 其实刚才这样的一个练习 你看完之后 你就会更能明白 我说的这种应用 就本节课休息的提示 和其他的课节搭配使用啊 比如说你这节课做了呼吸 做完呼吸之后 你就可以练这个了 你发现这些提示很简单 对于那些身体问题 比较严重的人来说 其实他做这个会非常舒服啊 会非常有感受 引导词呢 在最后的课节 通常第五节课以后 等待学员进入状态后再使用 你们应该有人学过提升班的线下吧 就比如说第一天的时候 我没有带你们去做能量的唤醒 对不对 如果这个课第一堂课 我带你做能量的唤醒 你会有什么感觉 其实你的感受 一定没有现在深入 那要把它往后放啊 让学员一点一点进入之后 你再给他去做 当然如果你的这个学员 他的能量感就很强的话 那你也可以是去给他做的 那一起来看一下啊 今天作业 群内链接有理论作业啊 打卡截图内容可以做总结 或实践前后的对比图 其实我们今天也完全可以去做对比图啊 大家也可以看出这个区别 那作业提交呢 在六月一号晚上 也就是六月一号儿童节 晚上十点前交上来 才参与计分 六月一号这天呢 很多人要陪孩子对吗 当然希望你也能抽一点时间出来 把作业做了啊 那最好如果你想六月一号 很好的去陪孩子 在六月一号之前 把作业交上来更好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给自己的孩子 做一个好的榜样 如果你的孩子知道自己的妈妈 是一直在学习的 那么你的孩子也会成为一个 学习型的人才 OK 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课程的内容啊 那下一节课呢 我们会讲到 整体的流程的这方面的梳理啊 我们后面还有半个小时的课程 大家可以进入下一个 这个课堂 课堂下一个课堂完之后 我们才进行答疑啊 有人问这节课对比图咋做 很简单呀 就是上课前 我刚才有讲过的 颈部的活动度 你是不是可以做 肩膀下沉了 第二个动作做完之后 肩膀高低肩就能下来 你是不是可以做对比 嗯 OK 我们下课啦 去下一个课堂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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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